2021年6月15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先新闻通一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根据卫生总监诺西山 我国药品控制执法组会议 今天正式有条件的批准 两款单剂冠病疫苗在我国使用 这两款冠病疫苗分别是 由中国制药公司康熙诺 以及美国制药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生产 另外,诺西山也说 卫生部及药品控制执法组也同意 让12岁以上的青少年群体接种辉瑞疫苗 但他强调接种的先后次序 还是会根据现有的政策进行 也就是让高风险群体优先接种 另一方面,根据冠病疫苗特别供应委员会JKJAV 我国的单日冠病疫苗接种剂量持续提高 昨天单日接种剂量就突破了19万剂 JKJAV也说 目前我国已有10%人口大约就是327万人 已经接种一剂的冠病疫苗 另有141万人则是已完成两剂冠病疫苗接种 那么前科医部长杨美盈日前就以 还没学会爬就想要飞 这句话来严于现任科医部长凯里 指对方设下的接种目标不切实际 但随着我国的疫苗接种加速 杨美盈今天也改口了 称赞凯里干得好 而在槟城 宾州所及部长曹关友则是说到 综合州内各类冠病疫苗接种中心 宾州目前的单日可接种量 已经达到12456剂 那么州政府将会调动所有的资源 启动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 放眼把单日可接种量提高到24406剂 确保兵民如期接种 那么曹关友也指出 宾州目前的官兵疫苗接种中心 分为几大类 其中就包括了公共疫苗接种中心 政府医院 私人医院 私人诊所 理科大学USM的Drive-Thru 或者是流动疫苗接种队等等 有的已经启用 有的则还在准备当中 那么无论是联邦政府或是州政府 都说已经猛踩油门全力加速 为人民接种官兵疫苗 那就不晓得 你又已经接种官兵疫苗了吗 那么就希望大家能够快点获得接种 疫情早点受控 经济得以复苏 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那么说到复苏 手下沐游丁今天傍晚的5点就发表了有关于国家复苏计划的特别演说 沐游丁的演说究竟有哪些重点 我国准备好做疫情的退场了吗 难道沐游丁政府已有什么操前部署吗 那就请大家留意光明日报的脸书专页 留意图文报导了 那么接着不忘告诉大家 我国今天新增5,419宗官兵确诊病例 以我国目前还有900多人在ICU 每天还是有数十人死于官兵的情况 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到槟城 槟城今早发生了一宗涉嫌拥堵男子拒捕撞死人的事件 两名警员今早就在Piram Lee路交通灯处发现一辆行机可疑的银色轿车 警员上前截查 司机却加车加速逃跑 在经过靠近大陆后巴刹的路段时 撞上了一名手持拐杖了61岁华裔男子 拐杖男子被拖曳数十公尺后 惨死在路中央 警方最终在巴都乌班靠近伊帕公寓附近 成功截停可疑的造货车辆 车上男子竟然还试图开车撞警员 警员连开四枪并成功制服该名男子 警方也在车上收获三包相信是海洛因的可疑物品 警方发现该名男子是一名冠犯有14项 毒品前科和两项刑事案前科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别忘了要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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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